E-Day这个部分,比如说这个E-Day到底是做什么用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看一下奥运我改一下日期 假设2020的,其实不改没关系,只是一个7月的24号 那奥运当天的话,当然我直接把日期引用过来 等于这个日期,打个勾,把日期引过来 我知道格式改了 那奥运的前后三个月,那我怎么去计算 前后三个月 当然我们先讲标准的做法 如果我今天我要计算的是月份的话 那我必须怎么样 先把什么 把这个日期,上面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的年月日分别切开来 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日期 但是我要做计算,我只针对其中月份做计算 所以我要做的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插入函数 接下来要学会一个函数叫Date Date函数主要就是打开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标准的日期格式 所以你要告诉它说 你的这个日期里面的年在哪里? 年你就要告诉它,年在这里 可是问题你现在选它的话 它是年月日都有 所以你势必要怎么样? 把这个日期里面更年抓出来 非常麻烦 Mira加一个year 然后刮护它 也就是把那个日期里面的年抓出来 Date 这个Date里面要有三个东西 所以你要分别给它 那曼时的话 顾名思义嘛 曼时 又是这个日期 OK 年月日 可是我们主要是要做什么呢? 奥运的后三个月 所以后三个月要怎么做呢?很简单 在月的地方 加三 OK 所以为什么需要用Date主要目的在这里 就是分别的 先把它拆开来 然后再针对你要计算的那个年月日其中一个 去做计算 计算完之后的话呢 按个确定之后 它就出来了 OK 如果有同学会说 这样好像有点麻烦 对,为什么? 因为 其实如果你几天之后 假设你 假设三天后 三天后就比较简单 如果你是三天的话 你就不需要用这个方法 你就想 直接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 加三 比较好 Date 有没有三天后 三 如果三年后你也没办法 年跟月也比较麻烦 尤其是月 月因为它刚刚 有就是有大月小月的问题 还有论年 论月不是论月的问题 那后前后三个月 那这个后三个月是加三 那前三个月的话 顾名思义 我们就是把这边减三就好 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有 OK,如果说你要针对那个计算月的话 还好其实以Sale还蛮贴心 那帮你产生一个E-Day函数 这个E-Day函数 特别注意 只能够计算几个月 所以按确定之后 start date 这一天 以这一天当基准 三个月之后 特别重要这个只有针对month 所以年不行 它只有E-Day是针对月份 那没有那个针对年的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前后三年的话 你也没有E-Day这么好 按确定 你会发现这个也OK 所以理论上 当然如果你会用E-Day的话 你应该就不会用 刚刚那个Date函数 OK 所以特别注意 Date函数是 变成你要什么 先把一个日期 用E-Ermance Date先切开来 再去做计算 那E-Day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 E-Day的话就这样 插入函数 直接用E-Day 哪个日期?在这里 三个月之前-3 这可以用负的 OK 这样就OK了 好 那 这个大概就讲E-Day 所以 再来就We-Day 刚刚讲过 这可以 可能自己自己用 然后 YMD 刚刚也有提到 你说你要抓这个日期的E-Ermance 那再来的话 Time 其实Time 跟那个Day还蛮像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十分秒都分开来 我要把它合在一起的话 要用哪一个函数呢? 用Time函数 确定 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切开来了 所以你就直接点它 7点50分40秒 请你帮我合并起来 因为你会发现合并完 它是一个小数点 小数点自动会带一个格式 如果你原来带过来之后 假如说它格式没过来 比如说它通用格式是这样 那你直接按右键 出现格式 你再指定一个什么 时间给它就好 预设也可以了 其他的话就把它合并 所以刚刚的日期用daze函数 时间的话用time函数 如果说将来你要计算的话 也是一样 你如果说要计算 这个时间的 比如说10分钟之后的话 你要怎么做 其实直接10分钟 不过它这个应该 刚好它是time 所以10分钟之后就加10就好 OK 10分钟 不过加20之后刚好已经60 你想说7点60分40秒钟 没有吧 所以它自动怎么会进位 应该没那么笨吧 有没有8点 对OK 那如果几分的话 那就是一样 就是second 然后几个小时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计算 那个时间的话 其实跟日期概念是一样的 OK 所以请各位这个地方 大家自己再练习一下 再来的话后面有一个networks 这个是net是进 进工作天数 所以你会发现workday 一定加s 意思是说两个日期比较之后 它的工时是几天 工时是几天的话 特别注意它有个概念 第一个 工时里面不包括6日 也就6日一律帮你已经扣掉了 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没有扣掉 比如说那个除了6日以外 还有其他休假日的话 请你另外列举给它 它会再帮你扣掉 所以你只要列举的它就扣掉 那当然一般是指的是国定价 可是如果你是你公司内部休假 也可以把它列举 就列在一个清单就可以了 一个array 一个阵列都OK 所以做法上面这一天到这一天 总共公时几天的话 你可以第一个找到networkday加s 所以特别水 它这个函数里面 如果加s一定是几天 那如果没有加s的话 那就是哪一天 OK 其实做法是一样的 类似的 那start day end day holiday是一个阵列 所以像这边把它列一下 我只要列几个 特别是你列出来的 如果它本身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不用列了 因为等于有列跟没列 因为已经礼拜六礼拜天 它本来就不需要 你加了它也是不会有任何作用 除非说非六日的其他放假日 你就把它列在这边 OK holidays按确定 然后告诉你一千多天 那workday的话呢 概念是一样的 请各位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有e day讲完之后 请各位综合练习 第一个就是说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产生每个月的其他天数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插完之后 可以用e day 这个日期 这个是相差几个月 1月1号 2月1号 3月1号 各相差一个月嘛 对不对 所以按确定 有了 那因为呢 我向右拉A 有没有 如果不锁的话 会变B B会变C 所以一直都会找它前面一个 前面一个 相差一个月 所以向右拉就可以了 宽度不足 你就这样子 点两下就可以了 OK有没有 每个月的第一天都有了 再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 底下的天 所以应该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天 怎么样 下一天就好了嘛 那下一天嘛 那你向下填满 到32 向右填满 会有个错误 什么错误 3月 也就是说 应该是2月底下的东西不能出现才对 所以一样嘛 如果你现在把它全部向 向下跟向右 假设你全部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年历呢 就只要怎么样 再把那个 跟它上一个月 不一样的 删除掉的话 那这个年历就产生了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删最快 你要用Delete掉就好了嘛 是不是 你们可能会这样 但如果我不希望你用Delete 而是什么 对吧 你要用公式来完成的话 那你就必须怎么样 第一个 判断嘛 如果 你要产生的月 这个儲存格的值 跟它上面的 这个儲存格的值 里面的曼时不一样 月份不一样的话 所以你可以用曼时去做逻辑判 取得里面的值在逻辑判断 如果不相等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把它清空 清空就双引号 还记得吧 这样子 那反思就是输出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清空的话 会造成下面这个 也会造成错 我觉得这两个也会造成错 那你要把这些 反正就是把这拿掉就对了 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方法 想想看 反正我就是希望怎么样 最好是 待会可以向下 向右 一气呵成 不需要做手动删除 OK 試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第一步的话 请各位先产生 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因为1月1号已经产生 所以后面说2月1号 3月1号 那我们可以用e-day 抓前面日期相差一个月 再把蓝宽拉宽 试一下 另外呢 每个月的 其他日期 自动帮我产生 但是不同月份的 就底下的就不要产生 那该怎么做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 把这里面 储存格 假如是礼拜六 假如是礼拜天 帮我做格式化 比如说礼拜六 礼拜天 因为放假 一定要不一样 对 schedule也要比较好定 最后的话 如果说底下 可以再插入一个空白列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这个 来当一整年的schedule 而且你会发现 你只要变动其中一个储存格 它其他储存格也会跟着变动 因为它全部都串在一起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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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